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肥康 大件事,我今天一開報紙,真的很大件事 話說有個女生竟然大罵蘋果,還在眾目睽睽的情況下 大罵蘋果,幸好你這間蘋果就不是在將軍澳那間蘋果 而在官房APMO的Apple Store 在我講這件事之前,記得幫忙like share 以及幫忙訂閱本台 話說這個女子就去到官堂App Store 有個女職員去serve她 那個時候,那個女職員態度極能欠佳 於是就毀壞店裏面所有的貨品和襲擊該名的女職員 女職員頭部受腫傷,送了醫院治理 那這個女子怎樣去大炒Apple Store 她就把Apple Store裏面的程式品,iPad、iPod、MacBook 全部都推掉了 其後竟然用腳去踩 還要吸引了大量市民的圍觀 那這一壇東西呢 也都是很多人拍到那個女士主的樣子 當然有部份是打了格仔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眼淚就拍到這位女士主 竟然帶著一件東西 令到全香港七百萬人呢 是基本上震驚的 一齊來看看照片 好了,就是這張了 那這位女士主呢 不是戴著上面那頂CAT帽子 而是在她的口罩那裏 在她的口罩那裏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兩粒字嗎 沒錯,就是敬秋 就是這個警察敬秋這個字 那這個警察敬秋的來源呢 就來自2019 那那班小男人呢 他們就在那裏宣傳 其實警察很辛苦啊 經常要支持警察那堆東西 那就是想著模仿這個香港家友 就整個這個警察敬秋的物體 那很難不令人聯想到 這個這樣的事主呢 竟然是一個藍絲來的 也有很多網友 那就是模仿鄭松泰 就問一句 你是不是藍絲來的啊 OK 那這位的女職員 這位有啦 就被人拘捕了 那警察呢 基本上都非常之好啊 拘捕了這個人 起碼不會好像上次這樣 嗯 就是你拘捕完他呢 有一個人就買K仔 你拘捕完他就證書就說 放走他 那希望今次這些事就不會發生了 對不對 不過說回正題了 這個女仔呢 就是正一句 如果真的他是藍絲 哇 就是你們這麼狠知法犯法的東西 我經常說要奉公守法 做什麼事要去到打爛人家的東西啊 是不是啊 這次你還要打爛一個普通不是政治的東西 或者是一家普通的蘋果apps多啊 是不是啊 就是你是不是想打算用一個愛國藍絲心 然後去叫他破壞所有的東西 而之後說 喂 反日不是反美主義成功了 同志也都需要努力繼續支持國貨呢 那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那如果 就是你們要用一些 那麼激進的手法 那其實你有沒有必要去吵架那幫黃絲呢 是吧 你老母自己不是一狗養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是小弟的揣測 如果你是藍絲的話 我真的不明白 你為什麼要這樣破壞這些東西 打爛人家的東西 你們最忍愛和平的啦 全世界都知道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對不對 那就是 我都 撇除政治這樣說 這個小學女仔實在 太真之天真無邪 亦都非常之可愛 正所謂一句 君子動口不動手 雖然你是沒有爭的 OK 那不代表動口不動手 是不成立的 OK 喂 你老母人家的女仔 就是態度欠佳而已 你沒理由打回別人家 轉頭這樣愚蠢 大佬 對不對 我是你 我當面就吵架她 你老母你說什麼 你被下馬威人家已經贏了 何必要這樣做呢 你這樣做 就等於拿屎上身 你老米 你打聽別人的東西要賠的 你之前都見過 還要你Apple Store 零售店就說 經過點算之後 是損失了14萬5的港幣 14萬5的 都不是一個小數字 就是用我的概念來講 14萬5的港幣 那就是14萬5.1元 OK 這是開玩笑的 這14萬5.1元 就差不多可以買全香港的 現在買了30-30個 那些塑膠袋 都可以用成小的 是不是 14萬5 你也要賠的 你還要不單要賠錢 你還要因為你自己做的事 就是要撕驗這個 要揹上這個法刑 這些刑事責任 刑事毀壞 普通襲擊 你坐都不知坐多久 你兩條同事執行李室 都可能坐很久 就是又要賠錢 又要賠錢 又要賠時間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呢 對不對 就是這些事情 純粹就是為了你一時之氣 何必要這樣做 對不對 就是你哪怕那個人 真是混蛋 都不應該這樣做 就是像我所說 你就是不用有法律責任 就是你做些事 你都不要讓自己受苦才行 對不對 就是你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 如果是男的 隱日男腦變殘 亦都很誠實地去反映出來 OK 也都希望 如果他是男的 即使用一下腦 就算他不是黃還是男 也都希望這些人 真真正正用一下腦 想一下應該做什麼 不要再犯這些 小朋友 希望他能看到 好了 今次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因為到 不好意思 很久沒有錄片 沒有什麼發生 今天看到 有點不習慣 我都錄了幾次 有很多次NG 因為都比較少錄片 我個人都盡量都 如果有這些事情發生 我個人都 已經是好了 如果有什麼錯誤的話 也希望去提點 如果大家對這件事 有什麼提點的話 記得記得記得 記得 就留言 留下留言 小弟 會有空去回應 因為這段時間 放假 即是要上班 但一個就放假 已經結束了 多一點時間回應 新的影片 我都盡快出 因為剛剛才錄完 我都想剪掉 OK 廢話 就不說了那麼多 今天的花生適合 就終於完了 好了 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 還有幫忙訂閱 下次再見 拜拜